大家在以前或许会觉得买车是个天大的难题 但在今天有了更多的经济渠道下 买车就显得容易了许多 但是买得起车就行了吗 现在可是车买得起了 油倒反倒加不起了 买得起车加不起油 这并不是幽默笑话 在国际战略布局中有这么一句话 掌握了石油就等于掌握了经济 而经济是立国之本 我国的大部分石油是靠进口的 所以换个角度说 我们的油价变高 和国际局势有着并不可分的关系 中东地区在目前来说 是世界石油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而今中东局势紧张 美国对中东地区伊朗的制裁一直没有停过 我国有一部分原油是从伊朗进口会受到影响 虽说以前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 但是美元和石油还是有很强关联性的 如今又加上面对美国的贸易战 似乎油价的上涨是必不可免的了 但是大家也不需要过多的紧张 毕竟我国对于石油的经济政策还是尽可能的在控制 再加上有最新的消息 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入入中国市场 售价可能会低于美生5元人民币 要知道这可是中国将近10年前的油价 美孚入入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首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跌回5元 这在于美国先进的石油提炼技术 可以使美孚的成品油成本控制在5元左右 所以如果美孚在中国扎根很有可能迫使中国油价下跌 所以油价到底会怎么变化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